春节最是红红火火,声势浩大 从腊疤就开始酝酿 途经小年,除夕,初一 绵延至元宵节流程才完全结束 这期间的各种风俗有许多地域差异 比如最重要的一顿饭应该放在除夕夜还是年初一 来自不同村的我爸和我妈就有不同意见 但总体来说,山东人没那么多讲究 从早到晚的包饺子吃饺子就对了 小孩最期待春节 吃吃喝喝热热闹闹 还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拿 小学老师布置寒假作业 让我们收集十副春联写下来 那时家里也没有电脑网络可以搜索 于是乖乖拿个本子到路边人家门口去抄 顺便从雪堆里捡几个吸了火的牙炮回家去 一层层包开外面的报纸消筒 露出火药和引信 堆成一小堆点燃当烟花碗 多么朴实的快乐 比躲在角落仍摔泡下路人的伎俩可爱多了 慢慢长大 对过年的期待逐渐简单 甚至想到年冠里的人情世故就要叹气 可大学时第一次出国 从夏天到冬天的东西都塞进行李箱里 倒也没忘了带上个福字 春节贴到房间窗户上 拍照发个朋友圈 灰蒙蒙的窗外显得自己很寂寥似的 但其实年夜饭和很多朋友聚在一起吃得不亦乐乎 那时虽有优秀大厨控场 我还是自告奋勇带了一道菜和大家分享 或许不能算菜 对,是我自己包的饺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